謝謝主席,各位長官,各位美女朋友,工作通人,大家,早安大家好,我們請部長一下 請曾部長 江偉你好 昨天我在其他的委員會同樣有提示這個問題,我提這個問題不是說一定要這樣做,但是因為我們在一山中間有這樣的一個,這樣的資料的接載的情況之下,是不是有改善的空間,我看了裡面說好像已經有在做了,就是關於這種訴訟的管理會的問題 我昨天也跟這個國安局,國安會跟這個國安會還有跟這個總統府提起這個問題 在目前來講的話,我們以前我想部長也是一樣,我們以前在宿售的話,以前沒有住售的話大概都有七百塊,放在我們的這個薪金裡面,就是七百塊給你去租房子 七百塊要去租一個草毛的,草毛房屋都租不到,不過就是說,有種是比沒有好 現在住宿售的話七百塊要收回去,現在目前都要收回去,機關跟這個學校都是一樣的 那因此在目前的人事行政局,他都有訂一些規範 也就是說在目前來講,住宿售當然就是不要,住宿售是因為主管的宿售,這個當然是要提供 除了這個以外,應該是全部是一例的,就是要有收起這個管理會 那管理會到底他要收多少,你要看他的售備、售書、面積等等去做 那這樣請你來講的話,因為我們在宿售中心有這樣的一個資料 我想請問這個部長,那現在這個法務部啊,對這個,我在裡面是有看到說已經在草泥這個怎麼樣去要過機關去 過你們這個檢查室裡面的過方面的,這樣的一種過機關去訂定這個標準 或怎麼樣,現在到底是怎麼一個情形,部長 跟江委員報告,宿舍住宿的人要繳錢,這個是大家可以接受 而到底要繳那多少呢,這個是由人事行政局在統一規定 所以我們目前呢,配住宿舍的同仁呢,他薪水要扣部分的住宿的那些費用 我們都是照人事行政局給我們人事單位,然後依據那個標準來收取 部長,現在你想說這個,有收集這種這個費用啊,是收什麼,是七百塊嘛 是,是七百塊,對 七百塊那是當然要還的,是哪一個地方就要還啊 現在人事經驗不是收給我們做一個統一的規定啦 你像是機關或者學校一樣的齁,要看你這個有帶有的小嘛 所以你到自己的這種這個宿舍裡面去,遵責 到底,我要,這個機關要收多少錢這樣情形 而且不能講宿舍耶,要講管理會啊,這種這個情形 那我的意思是說齁,像昨天他們也在講這個 我們預算中心所講的不見得都是正確啦 像講說這個國安會的這個執行委員啊,他這個裡面的不應該給他薪水啦 那我問他說是不是專屬的,專屬就應該給嘛 不能說什麼都不給薪水,要教練做事,沒有時間沒有這麼好的啦齁 那另外的宿舍等等啊,我是同樣提出這樣這個問題說 假如說他是職務所說,那當然我們就是要提供嘛齁 那假如不是職務所的話應該是 還是跟其他機關還有這個學校應該定立一個標準 依照他的面積,壽司,還有他裡面的這種這個壽別等等啊 來定一個標準這樣行刑 我想這個,我看那個好務部好像有在定了嘛 本部的人事處跟總務司呢,他們有在圓女 那圓女的標準呢,他是考慮到宿舍座落的地區 跟他面積的大小,等等 以這樣來參考人事行政局給我們的收費標準 我們這樣來援你,訂定那個標準出來 部長,我不是說在這邊說主軸什麼不是啦 我說我們這樣像這種這個事情齁 已經很多年了,那我們的預算中心他都會挑東挑西的齁 那你每次假如沒有改,那下次又出來了 這個不太好啦齁 好,我們會盡快來處理 你因為你這個,是不是說一共有四千多戶嘛 然後你所有七百都大概有幾千萬虧進來 那虧幾千萬進來就算七百塊嘛 七百塊是我們法定的規定啦 其他管理會還是要 所以我是不是請這個部長回去跟裡面商量一下 我們希望說定一個,你依照你們自己的需求嘛 或者是你們有投資需要,你不要說很多嘛 你總是有腳就好了嘛 我的意思是這樣,不要說下次又出來這樣就不好 好不好 我們會盡快來處理 特別是這種這個,報告一下啦齁 回去,把他這個,下一次我們不要再看到這個,再跑出來齁 好,那第二齁,這個 部長 這個國家撇賞法齁 欸,依照現在目前來講的,這個 監會都是法務部在編的嘛 對不對 以前編的話就是 怕這個所謂這種這個,國家撇賞的費用齁 欸,不夠撇啦 但是我們早期啊,都曉得我們在早期民國七十幾年的時候啊 那這個,這個早期啊,大概撇都撇一萬啊,兩萬啊,三萬啊 但是我記得啊,在這,最初的時候賠的最多是一個,這個,這個,濁糧這個,所謂這種,凌烈的這種這個戒族啊,在林愛鄉啊,結果他啊,找不到戒族啊,他就是用火把它燒啊,他說啊,燒了這個菇豬以後啊,就看到這個戒族 結果燒了就燒了十幾獎嘛 然後就到最後啊,就要賠賞嘛,這個時候好像賠了一百多萬了 但是這個人齁,就是我們在公務員裡面所講的,他是一個廣義的公務員耶,他是臨時請他來的 但是依照我們國家賠賞是最廣義的一個公務員耶,只要你是,由這個,我們的,我們的這個機關啊,來聘請他來,邀請或者聘請也好 有支付這個費用的,他這個還是要負這個賠賞的責任啦,被求賞的這個責任 所以當然這個能不能求賞,我們不曉得啦,就到時候可能就變成呆帳嘛 大概就變成這樣,但是,我們希望說啊,能夠像他這種這個求賞嘛 那這個是在當時最多是一百多萬齁,其他都是00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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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們現在江國金案,這個也不是國家賠賞,這個是燕義賠賞嘛 所以我想,我們邊的這種這個金會,大概都不會不夠這種情形 那在這種情形來講的話,我們現在目前的這個國家賠賞,大概都是分成兩個 一是公務員的過失嘛,故意嘛,一個是屬於這個公共營造物的,他的一種這個 有欠缺這個安全性的這種情形嘛 那在這種情形來講的話,大概現在,我們的這種這個 這個公共授輸,大概採取是一個無過失的賠償責任嘛 公務員是採取有故意過失的,所以公務員這個是比較難啦 但是公共過失是比較多 所以在這種情形來講的話,我們會看到說現在,在每一個縣市裡面 他有的賠的比較多,他可能這裡面的,有這個切輸啊 所以國家賠償就花的比較多 那我們現在剛才,剛才我就請問這個部長說 我們現在是由法務部自己來編啦齁 那法務部來編的時候啊,那政府機關,那個地方機關啊 那他不關痛揚嘛 那不關痛揚的時候,啊你賠去賠啊,無所謂啊 所以有人建議說是不是說齁 可以增強這個地方政府的他的一種 所謂論,把這個匯用啊 要他地方政府自己去編,他自己去賠 不夠的時候再講,你看這樣有沒有道理 這個是確實有這種主張啦齁 他說希望在各個部會自己去編列 對,國家賠償的這些賠償金 對 但是在目前的規定是還是由我們法務部整 總體的來編列嘛 對,但是我們為了提醒各個部會呢 給付這個賠償費用以後要記得求償 我們都會公文給各部會 對,所以請注意齁,能夠賠付這些賠償金之後 要向相關人員求償 而且呢,每兩個月 我們又把這個各機關求償的情形 我們列表送給監察院參考 我們用這種方式呢,來提醒各個部會 對,這法務部的這種做法斷是很好啦 但是因為,不是齁 每一個人都可以向這個加害人求償 假如他是輕微賠償的話 依照我們國家賠償的話 他就有重大賠償或者故意才可以啊 那因此你也沒有辦法向他請求啦 齁,那我們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齁 可能這個由中央來統一邊有他的好事 但是,就是剛才所講的 可能他這個過前者機關齁 可能就不曉得他到底 雖然你說有統計啦齁 但是可能是不是非常的清楚齁 可怕我想這一點就是說齁 過前者機關就國家賠償案件 著論之認定跟求償情形齁 假如說要在中央來邊的話 可怕要把這個做一個很詳細的一種 一種這個論述啊 給人家曉得說啊這個假機關 乙機關比機關到底是什麼情況 齁,那另外就是說 剛才所講的這種情形齁 那假如說這個 部會認為說我還是我來邊齁 齁,那我沒有反對齁 是說 假如說你給地方來邊的話 他的主論會比較說 唉,我自己在出錢 會不會比較好的情形 跟委員報告 現在中央各部會 國家賠償 款是編列在法務部 但是地方的話不編列在我們這邊 由各個地方政府自己編列 所以那一部分是各個地方政府自己編嗎 那一部分是由地方政府自己編列 中央的才是編在法務部 各部會就編列在法務部的預算裡面 但是中央部位還是很多不同部位啊 對 可能有的部位他這個是 這個別的很多啊 有的是沒有啊 這個也要把他出來給他們有警惕啊 是,像去年今年的話 交通部賠償比較多 他的橋樑、道路 的一些問題出現 恐怕這個要給他們一個警惕的情形 好不好 部長還有最後一個 我上次也跟部長講過了 這個有關於這種 這個環啟室、辭文金的問題 這個跟這個行事頌法 第253條之後 跟455條之後的規定 這個環啟室、辭文金 跟任罪協商判決的 這個判決金租的對象 包括了我們的 所謂國庫 包括了各地方的這個機關 包括了這個公益團體 這個三個團體嘛 那大概這個交委國庫的 大概是佔了這個百分之五六十嘛 地方機關 大概是佔了百分之三十幾 公益團體大概百分之十多 那公益團體就是 就給公益團體的嘛 但是我各位倆一直在想 就是說 我也不像我們 一山中心所講 說他全部都歸國庫 這個對 一個某 有一些辛勞的 給他 當然這個不是說 怎麼樣 他說他可以支配一些 也是有他的功能 但是我是認為說 應該是 還是這個 留了多少 比如說你是 假部一部 什麼部 那麼他的這種 環啟室子分金 每個都不一樣嘛 那你 多少% 你自己可以 在那個公益團體的時候 你可以 或者是可以留下來嘛 對不對 但是就是說 你在其他的 是不是說 全部角庫 那角庫 在他前面 把他 把他這種這個分配出來 我也只希望說 這樣比較公平 那我也跟這個 舒凱恩也講過了 是不是說 這個 部長上次也跟我講說 你們也在 在檢討這個 有 我們有在研究室 好不好 但是我們都是一半以上 都是現在都角 國庫了 一半以上 現在是在目前 大概是 目前的情形啊 是不是 要把這個地方 要拿掉什麼的情形 這可怕 跟這個 跟這個 公益團體 看怎麼再 再 這種這個 重新的思考 我想 我們 希望跟法務部跟 思環恩 思環恩是規定在他的這種 行事頌法裡面嘛 那幾乎在執行 是屬於法務部在執行嘛 是 所以我想這個是不是說 我們 法務部跟思環恩 我們再重新來檢討 國庫 公共 這個 這個地方團體 跟這個 公共的 這個 公益團體 怎麼樣來支配這種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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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們重新來檢討 應該是比較理想的 所以我希望說跟部長報告 希望部長 回去的時候 上次已經都在 都在 研討了 但是都沒有一個很具體的 希望你現在看怎麼樣的情形 能夠給我一個 出信好不好 好的 那我把這個出信 我會給這個 再給思環恩的那個 靈音秘書長講 希望能夠再進行內 把它解決掉 好不好 一個比較妥善的一個情形 是